中国最具经济潜力的十个城市会是哪些呢? 2021年,英国著名的经济学人智库 分析了中国一百多座,人口超过一百万的城市 分析的指标主要是人口、消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等 最后列出了中国最具经济潜力的十个城市 西方的智库学者不一定非常深刻地了解中国 他们的这份榜单我们就当作参考来看看 经济学人智库评选出的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第十名,宁波 我对宁波的点评是,低调而有实力 说到城市名气,宁波确实比较低调 在社会上并没有太多的网红话题 但是宁波的经济实力确实不容小觑 截至2023年,宁波常住人口约为一千万 人均住户存款高达14.83万元,位居全国城市前列 都说民富看江浙,看来并不是一句空话 宁波民营经济发达,老百姓自然更富裕 宁波2023年GDP为1.65万亿元,全国排名第十二位 在最新出炉的2023全球前十大集装箱港口排名榜中 宁波的舟山港排在第三位 排在舟山港前面的是上海港和新加坡港 所以宁波能够挤进经济潜力城市第十名,我是非常认同的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经济潜力十大城市,第九名南京 2023年,南京市的GDP为1.74万亿,排名全国第十 南京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 历史底蕴深厚,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作为中国经济强省江苏的省会城市 南京的许多产业都极具竞争力 我个人看好南京,更因为南京拥有优质的人才和教育资源 集中了许多实力强劲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这种软实力会给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撑 经济学人智库,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第八名合肥 他们把合肥排在第八位,而且排在南京和宁波的前面 我原本是有些不服气的 因为合肥的GDP排在全国的第二十名左右 远远落后于南京和宁波 我对于合肥的印象就只有联合丽华和网红小杨哥 我了解了一下合肥近年的产业布局和经济成果 2023年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了10.6% 在万亿级GDP城市中排名第三 也就是说合肥是一个增长很快的城市 而且合肥在空天信息、量子信息和聚变能源等未来产业上颇有成果 虽然现在总量上和南京宁波有差距 但是谈到未来潜力 合肥排在这两个城市的前面 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七名苏州 可能有些人还以为苏州只是一座旅游城市 毕竟上有天堂、下有苏航 但实际上如果你去查一下苏州的经济数据 会让你大吃一惊 苏州2023年的GDP排名全国第六仅次于北上广深和重庆 我们印象中的大城市成都、杭州、武汉、南京 通通排在苏州的后面 在全国各城市人均GDP排名上 苏州排行第四 苏州下辖四个县级市 昆山、张家岗、长熟、泰仓 全部进入我国百强县 排名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六 昆山更是连续18年位居全国百强县之首 有160家以上世界500强公司在苏州设有项目 大名鼎鼎的苏州工业园区 在商务部2023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排名第一 而且是连续第八年排名第一 有这样强势的基础 苏州在这个榜单中排名第七名 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六名北京 北京就不需要我多介绍了 目前算是经济领域排名第二的中国城市 但是在潜力榜上排名第六 你可能会觉得排名靠后 但我在这里提前剧透一个数据 这个榜单的前十名 除了第六名的北京外 其他九个全部都在中国的南方 从这一点就可以明显地看出 中国南北经济发展不均衡的总体现状 北京仍然是中国北方的中流砥柱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五名珠海 珠海这个排名我是比较意外的 因为珠海的盘子比较小 人口少 地盘小 经济规模小 大家熟悉的珠海企业也就只有格力 2023年珠海的GDP才4200多亿元 排名全国第六十九 这个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的一般 不过人均GDP却可以排到全国得地是三名 你要说珠海的发展潜力在哪里 唯一值得一说的可能就是港珠澳的经济联动 但是临近珠海的澳门也是盘子小 体量小 不会有太大的带动能力 1980年 珠海作为四个我国第一批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 其他三个是深圳 汕头和厦门 经过四十多年发展 深圳利用其特区地位早已一飞冲天 而珠海则仍然是泯然众人 所以我对珠海的信心还是有点不足 对这个排名当然也就有点不认可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四名上海 当今的中国经济第一城上海 未来潜力被排在了第四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基础太好 未来快速增长大幅度增长的难度就变得更大 国企央企 外商投资 科技实力 消费能力 人才教育等等 上海就是一个标准的多边形战士 每一项的级别都是优秀 十年之内 上海是中国经济第一城的地位 应该无人撼动 如果说二十年内有城市 能够挑战上海的地位 那么这个城市一定是深圳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三名广州 说到广州 我的内心可能会比较复杂 因为我就是一个新广州人 二十年前的广州 GDP稳居全国第三 离第二名北京得差距只有区区一百亿 可以说相差无几 当年的广州 以保洁为龙头的一批外资企业 引领着中国企业经营管理的新潮流 商贸批发领域是中国的绝对王者 遍布广州的各种批发市场 穿梭着全世界的客户 如今广州的GDP已退至第四名 不但被深圳超越 还被第五的重庆紧紧跟随 随时有被取代的可能 在我看来 广州地位平凡 完全依靠自己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跻身中国四大一线城市 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广州的暂时落寞 我认为主要是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 转型过慢 但是我相信 未来的广州 凭借原有底蕴和基础 找对发展方向 再度复兴是大概率事件 我想这应该也是广州 在榜单中名列前茅的原因吧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二名深圳 深圳是一个奇迹的城市 它的科技创新能力冠绝中国 它的务实又让它的综合效率 领先于其他的中国城市 可以说 改革开放之后的40年 人类历史上最激荡的高速发展 深圳就是中国的缩影和象征 深圳完美地证明了 市场的强大驱动力 和科技的强大驱动力 如果说十多年前的深圳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 算是一个幸运的新贵 那么当它的GDP超越广州 成为全国第三时 深圳成了名副其实的一线豪强 虽然深圳目前仍然存在 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短板 但是它的创新能力 仍然令人瞩目 经济学人智库 中国最具经济潜力城市 第一名杭州 他们把杭州放在第一位 我个人是很不服气的 2023年杭州的GDP为两万亿 排名全国第八 落后于苏州合成度 杭州在互联网时代来临时 涌现出了阿里巴巴集团 这样的巨无霸 对城市确实有很大的提升 在当下 不管是传统电商 还是网红直播带货 杭州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心 在我个人看来 杭州的根基仍然很薄 没有科技创新驱动力 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豪强 杭州就算把商贸流通和电商做到顶 也就只能达到广州的效果 所以我也并不认为 未来10到20年 杭州会有非常强劲的潜力 支撑它跨上新台阶 比如基深一线城市 最后来总结这个前十的榜单 我觉得有一个中国城市 是应该入榜的 那就是成都 成都是西部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 也是我国的科技创新重镇之一 2023年 成都的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增至62家 居全国城市第四位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五位 至第24位 成都在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非常值得人们期待的 成都在未来的发展